社長余曉銘 很高興在這邊又看到大家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 楊崇元醫師的講座 心有家愛不知行 這也是本世文化跟心理學堂第三度的合作 我們還用回主題 我們今天是第三場講座 我相信大家剛剛來的時候 應該都是清衡大語 今天全台美女交加 今天下午有一度 楊醫師在台東機場 飛機無華起飛 那時候非常非常擔心 擔心她上不了飛機 到不了台北 我們今天的講座就要開天窗 我緊急趕快跟心理學堂聯繫 心理學堂說怎麼辦 我們也常常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真的有取消也都得要前一天取消 我當時就有的念禮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是很不好 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時候 我曾經又撥一閃而過的念頭 想說會不會因為天后不佳 楊醫師又在台東 萬一來不了怎麼辦 是沒有人可以為她代打的 因為她這個人太獨特 所以非常感謝老天爺 為楊醫師雲破天開 讓飛機順利起飛 楊崇元醫師 她目前現任 台東馬進行醫院的神經科醫師 回想起我跟她第一次的相遇 也是這樣子雷雨交加的日子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她應該是玉雨則發 玉水則發吧 我去年第一次跟她見面 是去年夏天的一個颱風天 那個颱風天 其實我們大家想 颱風天有誰會出門 所以她自己心裡也是這麼想 想不到那天的講座高峰滿座 滿滿幾人 滿滿都是人 令她自己大呼意料之外 她說我這個有誰要聽啊 有誰要講 那我告訴大家 這就是楊醫師 因為她到現在 她到剛剛 她還認為說 我這個事情有什麼好講啊 我這個人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嗎 不是什麼一般的嗎 她到現在都還不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有什麼了不起 她認為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 她在正常的門診時間之外 她每個星期 要開三百公里的車 到她的病人家裡 親自去往事 要看她的病人 她實際的生活狀況是怎麼樣 她認為沒了不起的事情 還包括 她每年要花三分之二的年薪 三分之二的薪水 那要把全年都無休 為了就是在 能夠積斬出整整一個月 她可以去到 海拔四千五百公尺高的 喜馬拉雅山塔去村 去一整整個月 那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呢 還包括就是 捐錢在那邊蓋學校 希望給那邊的小孩子 點一盞希望的燈 那這就是楊醫師 因為她認為這都沒什麼 因為這一切都是剛剛好 剛剛好什麼呢 剛剛好她年輕體力還好 剛剛好她是醫生 她認為收入還可以 剛剛好她有媽媽 媽媽願意支持 她認為人生 能夠做到剛剛好的事情 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那我覺得其實 人生今天大家剛剛好 都在六十一個暴雨的天氣 剛剛好情聚一堂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個 剛剛好的緣分 其實在人生當中 我相信我們一定錯過很多很多剛剛好 我們因為不加注意 其實就錯過了可能轉身而過的幸福 所以我相信今天楊醫師的分享 一定可以帶給大家很大的啟發 那我們現在也就給掌聲 歡迎楊醫師 謝謝 謝謝 還蠻緊張的 因為 就像小米講的 其實我 我一直覺得 我也不是一個特別的 的一個人 然後 她其實今天的這題目 我其實還蠻害羞 因為我覺得 她希望我講 跟我在台東做的事 那 其實我常跟 我的朋友講 其實 其實我只是做一個我有能力去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其實比我在台東這塊土地更努力付出的更多 那其實我還很年輕 還快滿40歲了 那讓這個還那麼年輕的講在台東做的事 其實我覺得還蠻尷尬的 可是我常說 其實我覺得我生命很幸運 因為我常說我是窮人家的孩子 我們家以前很窮 然後在我這個年代 尤其我們在台東窮孩子其實是很普遍的 那時候讀書甚至沒有學費 然後其實我一直覺得我的人生很幸福 因為在我每個階段過程中 當我遇到任何困難的時候 其實我都遇到很多貴人 那因為這些人他願意去幫忙我 讓我現在有能力去幫忙別人 所以我常覺得 要我講我在台東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到過去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我生命中在台東這過程中 其實影響我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我常說這些原因可以影響我 可以讓我感動可以改變我 那我想一定也可以改變大家 因為這個一定是對我而言 我常說我們可以讀醫學院的學生都很傲慢 我常說我常看了一下我是一個傲慢的師子 那要讓我馴服其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尤其我們那種窮人家的孩子 好不容易可以賺錢 好不容易那個金錢到手 其實很多是很想去做 很想去揮霍你的人生 很想去讓你的人生過得更精彩 可是我覺得很幸運在我生命的每個階段的過程中 我遇到很多對我很重要的人 他讓我的生命的角色我覺得升級 讓我做得更精緻一點 那所以我想我還是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對我的生命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他能夠感動我 那我想他一定能夠感動大家 能讓大家有改變 那當然先賣一下我的書 一切都是剛剛好 其實我覺得我很喜歡這本這個書的名字 那為什麼我覺得人世間很多事情 都是我的上司工人 有時候太多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不珍惜 那不夠的時候我們就會埋怨 那人生要剛剛好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可是我常說因為我自己是精神科醫師 我覺得說你要怎麼樣去思考什麼事 剛剛好其實很大的一部分是自己心境上 怎麼去做調整 因為像我今天啊 其實我今天其實很趕 因為今天早上 因為我有關診 所以今天掛了快一百多號 今天掛了一百多號 所以我其實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兩點半的飛機 然後那個小姐已經跟我說 她已經跟我賭一百塊 說原來是你已經坐不到飛機 我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趕上飛機 因為台東雷雨我想說如果我坐五點 然後趕六點 然後如果她也有鹽飛 我今天一定會吃 一定大概就自己說 不過我覺得很幸運就是 那個我的今天我的病人很體貼 因為他們都會那個小姐我先暗示 他今天我有事 然後每個人都長話短說非話不說 甚至有的人說 但是沒關係 下個月我再跟你好好說好 其實我很謝謝我的病友 那我常說其實這就是一個 我常說我們很多事情 怎麼心情去轉換 我其實很謝謝他們 因為有他們的支持 我常常看到人家 他是我的醫師父母 如果我沒有支持他們 我大概都沒有薪水 所以其實我覺得 剛剛好他們願意去接受我 這樣的一個治療 所以我說人生就是這樣 那我上飛機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小米說 產的飛機不會飛 然後到機場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LINE說他應該延飛 然後我去Check-in的時候 他說OK開了 然後其實我也是蠻愛怕 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我一下來就累這女人 然後幸好我說 如果再晚個十分鐘 我應該就沒辦法 因為聽說後面 我們後面還有一半飛機 他停飛了 他飛回去台東了 不是停飛 就是他會來台北 然後再飛回去台東了 所以幸好我們那個 趕上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人生都是 剛剛好的福氣 那就是我們心態上 怎麼去轉換 那其實我比較喜歡 其實在臉書上 我比較熟的人 喜歡叫我楊曼拔 我比較不喜歡的人 叫我楊醫師 我比較喜歡叫我楊曼拔 那曼拔呢 它其實葬語是醫生的意思 那我常開玩笑說 我的自我介紹 我說我在台東是楊醫師 我在塔敘村呢 我是楊曼拔 那我常說我是很幸福的 因為我一年 將我十二分之十一的時間 分配給台東的我的家人 我的病人 我的朋友 那一年把十二分之十一 十二分之一的時間分給塔虛 那我常說這個都是 我覺得我很幸福 因為在兩個地方 兩個家鄉都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看到我努力的地方 所以我說其實我是很 我很幸福的這樣子 那當然要先介紹我第一個家鄉 台東大家一定很認識 我去的塔敘村呢 它其實是在 很多人不認識它在哪裡 其實我在九年前我也不認識它 因為那時候Google 根本就找不到這個資料 也Google不到 那它具有我們最熟悉的地方 叫巴雅克拉山 那 那 它具有我們最熟悉的地方叫巴雅克拉山 巴雅克拉山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應該 比我 跟我年紀相當或以上的 我有去調查過 那個二十來歲 他們好像那個教科書 沒有提到巴雅克拉山 所以認識巴雅克拉山 就代表說 我們都是那個 就是六年級以上的人 才知道叫巴雅克拉山 每次人家叫我介紹 我也不知道塔虛寸在哪裡 那 不過巴雅克拉山 距離我的 距離我的家鄉 還要四個小時的車程 那我要跟大家講 那個四個小時是 河床路 不是石頭路 石頭路 石頭路可能還比較 河床路 因為他們就是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路 反正就是河 就是河 沿路都是一個 那個 因為在那個地方是永動城 所以夏 冬天的時候 那個 下雪 然後夏天一融化 所以你知道那個泥水跟 泥巴 或來或去 然後再加上 最近路況是非常差的 那我的家鄉在四千五百公尺 在九年前我因為一個姻緣 去了這個地方 我們之後會帶來 因為今天的故事說 先講台東 我們當然先講一下台東 不過我還是要 還是要廣告一下 那個 我的書今天開賣 然後如果大家 歡迎大家去實體店 可以買一下 那我的村莊 他 我習慣講塔區村 是我的村莊 其實我是台東人 不是塔區人 他大概有四千人 大概五百戶 那他在喜馬拉雅山脈上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高 一年有八個月在零下 然後大概平均零下 就二十度到四十度 所以 為什麼有人問我這樣子 因為他真的太高了 然後第二個 Google也沒有人會去那邊 查他溫度幾度 然後第二個大陸的政府 也不會去查那裡 因為那個地方實在是 沒有漢 就是我常常看到 漢人就是 埃及的領主 漢人不會去那邊做生意 那邊也沒有人可以 就是那邊非常的窮 就是你去那邊做生意啊 你大概 你血本不會 因為沒有人可以跟你消費 那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地方有多窮 那我其實很幸福 我想說我一年 會把我一整 一整年的價錢 全部用在塔區村的議程上面 那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那一個月在做什麼事 那個月每天都要看病啊 也有人問我說 你有沒有去哪裡玩啊 其實我常說 我就坐車子到現場 然後就開始看病 然後看到最後一天 在坐車子回家 所以我常跟人家講說 很多人說 你這樣子 你在塔區工作已經很累了 去那邊這樣不是更累嗎 可是我常跟人家講說 不會啊 我就覺得我去那邊就是休息 雖然同樣都是在看病 可是你的心境會不一樣 因為看不用錢了嘛 所以沒有業績壓力比較快 那 所以我常說 我是很幸福 因為我是塔區村 第一個 有歷史以來 應該說有人類以來 第一個 有受過現代醫學 也不能講有人類以來 因為其實有醫學 其實現在醫學才幾百年 不過 我常說我是那附近唯一 有醫師執照的醫師 那 可是很可惜 一年最後那一個月有醫生 扣掉那一個月就沒有 不過我們在那邊 還是有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要去塔區 我常說 其實我常說 2006年第一年去之後 其實我只是抱著一個去旅遊的心情 那 去完之後 我常說 就是那個 因緣就來了 我常說 每一年時間到了 心裡就有一個力量 會呼喊著我 應該要回家 我常說 我像那個後鳥一樣 就時間到了 你就覺得有一個力量 呼喊著你一定要回去 可是我很難跟人家講說 為什麼 因為 當我回到 快要到塔區村 然後你從遠遠的山頭 看到那 一整排的山頭都是 孩子 都是老人 在那邊等待你 然後 其實你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你就覺得你所謂的努力都是值得 所以其實我很難去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 當你看到這樣的畫面 然後 你知道他們 因為 他們的訊息連都不清楚 所以 他們只確定你什麼時候會來 然後 慢慢 那就納兩三天 每天都在那個山頭等你 然後 對我們而言 這是一個很笨的行為 可是 你要想說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 他們就是會 在第一個時間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感谢你 可是在一個第一個時間 他們就覺得 他們常常看我 說我是住在台灣的塔區 他們覺得 因為外出的孩子要回來了 所以 一定要去等待這個孩子回家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去那個地方 對我而言 我們在那邊蓋醫療所 然後 蓋醫 蓋學校 對我而言 我常說 那邊是我的家人 就像我 我當初從醫學中心回到台東 對我而言 台東也是我的家 那 其實 很多人問我說 你回台東後不後悔 我常說當然後悔 怎麼會不後悔 超後悔的 我其實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是一個很誠實面對自己情緒的 為什麼 當一個醫生 我們可以做到醫學中心 其實 在醫學中心當主治醫師 其實就是最top的 然後甚至 我們應該會去讀書 然後去當教授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就像一個阿兵哥 他從他的一個軍階一個一個上去 可是呢 因為我常說2005年 對我是一個改變很大的一個情形 2005年我在思考 我要不要回家 2005年我在思考 我要不要回去塔序 那 所以 其實這是我最近我朋友送我的 你看他說塔序亞曼吧 其實我常說 人生很多事情做就對了 那有時候我們呢 就是在那個moment 想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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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 兩下就不見了 那 很多事 就像 我在2005年 我常說 2005年第一年 我的上司啊 他要回去塔序村 然後他問我說 原來是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去 那 我第一個時間裡 我就拒絕他 我說 我就跟我的事 任波切說 任波切我才剛考上主治醫師 然後 我的房子還沒有買 我的車子還沒有買 我美好的人生還準備要開始 就是你知道那種 窮了一輩子的孩子 突然間你開始收入高的時候 你開始想說 你應該怎麼樣 我應該要買房子 給我的父母住 買車子 買什麼 那 那個moment 第一個時間點 我是拒絕 那甚至我覺得 我去Google查 塔序村在4500公尺 高山正 然後你在那邊距離 最近的意思要3點3點 我的天啊 高山正不當中 真的 我回來了 要穿骨灰嗎 對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 其實 我是拒絕 我很誠實跟大家講 因為怕死啊 第二個 我還沒享受過真正的人生 我準備要去過那個苦日子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 我是拒絕的 然後可是我那個時間點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爸爸那時候還在 然後中國人說父母在 不遠有 我爸爸因為一直都長年重病 所以我想說 不要忘記 我們爸爸帶給我 沒想到在那邊 其實對我而言 這是一個很困難 所以我當初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覺得都是一些安排的 所以我直接拒絕我的失誤 因為高山症 我那時候去 而且那時候高山症 沒什麼資料 我那時候去問胸腔科 他說 預防高山症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去 對 因為他說4500公尺呢 如果你又沒有醫生 那你就是最好的方式 就不要去 你就不會遇到這些困難 所以我就聽那個 學長的建議 我就沒有去了 可是其實我在那個時間點 當我拒絕我的上司的時候 我從他眼中看到 他對那個村莊的不捨 我難跟大家想像 就是說 一個人因為 對上傳佛教 對佛教圖而已 一個人摸切 那個村莊就像他的子女 那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怎麼那麼勇敢 就直接拒絕了上司 而且我就理所當然 可是我從他眼睛看到 他對那個村民的不捨 然後其實就一閃而過 那個罪惡感 不過人呢 還是很自私 就閃過就過了嘛 就閃過了 因為我還是要回家生活嘛 可是我永遠記不 他這個記得 他對那個村莊 這樣子的一個不捨的情形 那當然2005年 我父親後來他 我父親去世了 那當我父親去世 那一個晚上 我半夜我爸爸去世 然後我媽媽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那時候是 他其實我媽 其實想趁到天亮再打電話給 因為我媽說 台東到花蓮這段路 要三個小時 她擔心我開夜車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 第一個她是跟我說 對不起 她沒有照顧好父親 所以那個時候 我其實覺得那段路 那個三個小時的路 太遙遠了 我覺得一輩子好像 會永遠開不到台東 我覺得那個 我很難跟大家講 那個苦 因為我覺得我沿路 就三個小時一直哭 一直哭到家這樣子 那給我而言 我覺得那個心碎的感覺 太可怕了 然後我自己想說 嗯 我覺得睡過一次 我好像會把他拼回來了 那我媽媽一個人在台東 我覺得 我不要讓她 在一個人承擔這樣的苦 所以我就決定 那時候 依然決案 我就辭掉 花蓮慈基醫學中心的工作 其實那時候還蠻可惜 因為 就是你知道 再當幾年 我就可以當主任了 那對醫學中心而言 對醫生而言 醫學中心主任 其實是一個很 就是非常美麗的一個頭型這樣子 那 不過我覺得 對我而言 啊 就 那個三個小時的路啊 太遙遠 那個心碎的感覺 太痛苦了 我覺得我 我一輩子 睡一次啊 我要花多少的力量 我要拼湊回來 那 我會想說 我媽媽年紀有了 那如果他一個人 再次面對他一個人的狀態 我就那個 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沒有那個能量 再補回來我自己 所以我就 就一覽決然 就回到台東 那 所以他說 不過當然也不是說 一覽決然 其實 我覺得 人也是會考慮很多 因為那時候我決定要回去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蛤 我要從醫學中心 要跑到一個 就是從小生活的鄉下的地方 然後 大家說 台東好山好水啊 就加一個好無聊 好不方便 就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 你知道我們出來啊 比如說 你要上個課啊 來回飛機就要五千塊 然後坐個火車 就要花掉一天 你看你們坐個捷運 就可以來聽個演講 我們要坐個飛機 所以對我們台東人而言 是很不方便的 可是我又覺得說 後來想一想 我們每個人 你知道那種台東人坐在 台灣人啊 不能說台 台灣人坐在抱怨 就像我們台東會抱怨 我們台東很落後 那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是台東的醫師 我都不回家 那我怎麼有資格去抱怨 台東醫療的落後 所以那個時候 就決定回到台東 那所以對我而言 我常說 人生啊 總要是 這是我常說 這是我一輩子 一直謹記在心 然後也一直在做的這件事 我覺得人生啊 那總是要做一些別人 覺得沒有意義 甚至覺得沒有利益 可是自己很聳 很有意義的事 可是啊 其實這很難跟大家講 什麼叫很聳 就是跟你送的話 其實我也不用很在乎 其實 所以我常說 也因為這樣子 當我決定要回到台東的時候啊 我就在思考說 我要為台東的鄉親做什麼 因為 既然我已經決定放棄了醫學中心 這麼好的位置了 那我決定要放棄了 我就要回到台東做有意義的事 那否則啊 台東五年十年還不是一樣的狀況 那如果我沒有去嘗試做一些改變一些努力 我呢 我怎麼抱怨什麼 那 這是 我今年母親節啊 我關山的媽媽 等一下會介紹我關山的 有三個媽媽 她告訴我 她今年送我的母親節禮物啊 她說每天都要做你自己能做的事情 每天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那我的關山的媽媽這樣 因為我是醫生啊 她就說 你就是醫生啊 你就是醫生 你就要做醫生應該要做的事 醫生應該要做的事 我學長是說每天要賺錢 然後她下班之後 她就下班之後 她就看股票 然後買房地產還是什麼 這個也是 我覺得這個沒有對焊錯 那 你自己決定 你想要做什麼事 我常說這個沒有對焊錯 賺錢啊 每個人都來 我也很愛賺錢 可是我常說 然後賺了錢 然後呢 重點是然後你要怎麼辦 你怎麼去做你 那 2005年 我剛才提到我的上司 他那時候回去 然後他回來之後 他跟我講啊 塔徐春太落後了 他回來再第二次問我 癌醫師你可以再去跟我回去嗎 那個時候 他第二次在邀約說 我還是拒絕他 因為我覺得我準備好了嘛 然後 不過後來我就想管他去好了啦 先做了再說 那時候就答應我的 沒幾天之後我答應他 我就說沒關係 反正呢 書本上不是說 那個藏區啊 就一輩子都要去玩一次嘛 對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把它當作旅遊嘛 管他了 反正 然後高山症 洗澡洗澡 反正到時候就把藥帶去嘛 那如果真的死了 應該也不會吧 跟著上司去 人家不是說相信佛菩薩利那樣 對 那就 就不要考慮太多 就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2005年 他回來之後 他就 就邀請我 希望我去 所以那個時候 我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真的是一個那個 真是那個 才希望的孩子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我從醫學中心回來 我覺得我應該是一個 那個 炙手可熱的一個醫師 結果不小心變成 燙手山魚的醫師 因為那時候我去應徵啊 你知道 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又去基督教醫院應徵 我在馬睫醫院 你知道就知道 然後我當初 應徵的一個條件 說我一年要休假一個月 然後我要去應徵 如果你不准讓我去 我就不要來應徵 對 所以你知道 我的那個履歷表 就這樣卡了一個月 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 我那時候應該 從醫學中心來 應該要搶著 而且台中那時候 找不到醫生 後來呢 我有再去 後來呢 當初 願意讓我去的 簽了這個 這個公文的主任 後來我也問他 他讀我 絕對不會去 所以呢 他就給我簽了 他就讀我 一定不會去 他說他有沒有 年輕人一個月會去一次 去一次就很偷笑 我就不相信他 要去第二次第三次 就這樣子呢 不小心我就一直去下去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 這也都是我覺得 人生很多的安排 可能有時候我自己沒有想 我覺得 想到 就去做吧 那如果我們想太多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就 就跟 云亂風就 就過去了 那 這是我的上司看主任波切 我常說我非常謝謝他 因為 因為我常說 因為他的原因 我想 我不一定把他當作在宗教上面的一個 因緣喔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顯得太嚴肅 可是我很感謝他 因為我常說我是一個傲慢的獅子 那 他可以 馴服我 那 那我決定人生去做很多 跟每個醫師不一樣的事情 那 所以我很難 跟人家去解釋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或者他決定讓我去做這樣 因為我認識他 十四年 那 其實我跟我的上司 我們平常不大會聯絡 那 人家為什麼不會聯絡 他說他也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為什麼要跟他聯絡 他聯絡要聊什麼天 總不能 而且你知道那種 我又精神科醫師 等下師父跟我說話 等下我就快抓狂 我又聽不懂 人家覺得很痛苦 這樣子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聯絡 不要聯絡 就不會被 就是 你知道 你知道我當精神科醫師 就是 屬於你說我都知道 這是做不到 所以老婆沒再聽 我每次都這樣說 我就覺得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的傲慢 就是這樣 所以平常我不會跟我的上司聯絡 可是我一直覺得 並不聯絡 並不代表 我們不知道他 所決定要去做的任何事情 我常說 很多事情是刻在心裡面 然後自己決定去做的 或是放在嘴巴裡面 決定去做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 常會覺得說 第一個 你怎麼看起來那麼年輕 這句話我喜歡 這樣的稱讚我喜歡 然後第二個他說 你真的是佛教徒嗎 對 因為其實我常說 在我的身上 其實我不見得散發出很嚴重的 或者很明顯的宗教的味道 因為我常覺得 宗教的帶給我們的目的 它不是一件外衣 它是去改變我們的心理 改變我們的事情的看法 而不是說一件外衣 我覺得很多人把宗教帶給我們的 就是一件外套 然後出門的時候 就把那個外套穿上來 然後也許衣服就髒了 那也許回家就忘了 然後我覺得 那這樣穿那件衣服 有什麼意義嗎 也許看起來比較高尚 就是有些人看起來是比較高尚 像我很多人就看起來 我就覺得我就是不學武術啊 就是才大氣粗啊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比如說 因為我們師父 我講師父如果他有什麼需要 我就說 欸 師父你有什麼需要 然後需要什麼困難 需要什麼協助 請具體明顯的告訴我 讓我決定怎麼去協助他 可是台灣的師兄姐就覺得 啊 叔 你知道那語氣啊 就要再更和晚一點 就是師父你好 然後我就覺得 啊 這樣我的 我的不是都要 同樣都是國語嗎 重點是後面的行為 不是前面的語言的表達 我常說這是我們台灣人 在做很多事情 常常是習慣以外面的行為的表現 而不會要注重到內在的行為的一個情形 等一下 你看他要這樣 不好意思我太緊張了 那啊 所以2006年之後我就決定回來台東 那我就在台東哪間醫院工作到現在 今天啊 我的病人告訴我 娘醫師你回來九年了 好快喔 我回來台東九年 當然對我而言啊 其實這個是一個我喜歡的一個地方 那 嗯 我當然很謝謝我台東的病人 因為他願意去相信我 然後他願意去 對我們接受很多新的知識的一個調整 那這次我們 你看喔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2006年我確定我一定是旅客 你看我去那個感覺 就純粹就是去玩 你看我穿的那個衣服啊 我就決定我就是怎樣 我就是去那個 要去布達拉宮的感覺對不對 對你知道我就是真的 那可是對我而言呢 很多人說如果人生讓你重新來過 再讓你決定你要不要去打局 我說我不知道 我很誠實我不知道 如果我跟你講說我一定會再去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唯心之過 因為我覺得每個時間點 一定會產生同樣的化學變化 我一直很誠實地看待我自己的心 那我不要講一些唯心之論 因為當我講唯心之論 我現在才40歲 我拜十二五年了 我怎麼過這個人生 那我每一天很誠實地面對我自己 像這十年代我一直覺得 我學會一個最好的功能 就是檢討自己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 我檢討自己的邏輯 跟大家可能不一樣喔 我檢討我自己的意思說 當我面對這件事情 面對這個糾紛 面對這個爭執 我先檢討我自己 我有沒有應該去調整我自己的 我有沒有應該去改變我自己的 有沒有應該去做什麼更好的處理的 好如果我覺得我都做了 然後事情還是這樣發生 事情還是這樣不快樂 那我就給他放下 因為他朋友要怎麼辦 我已經去調整了 他事情還是這麼發生 我已經去調整了 別人還是這樣面對我 我已經去調整了 故事還是這樣演下去 那我還是要走下去我的故事 我不可能因為這樣子 就被故事辦倒了 所以我常說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去檢討我自己 檢討我自己 是不是應該做調整 當我做了調整 後面的事情我就放下 我就不要管別人怎麼講我 管別人怎麼指點我 因為我覺得我們很多的情緒 很多的快樂就是在後面 我覺得我已經改了 他怎麼還那麼機車對我 我已經改了 他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說 我常說我是很幸福 因為我每天都是不快樂的人來看 應該沒有人會快樂 從來沒有人說 楊醫師我今天很快樂 所以我來看 所以其實我常說 這就是我們要去面對的一個情形 他說不是正版 那我有沒有要翻 不好意思 我們台東人都會講台語 不好意思 這樣才有台灣會 那其實這是我最近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收穫 也是我的官生阿布 跟我的一個經驗 他覺得說 這個社會啊 每個人都要盡本分 如果我們呢 每個人都盡自己應當的本分啊 這個社會啊就會進步 可是如果我們每個人 比自己的本分再多進步 多進一點點啊 這個社會就多一點點溫暖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說 進本分 可是很困難喔 現在連進本分啊 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們連自己應該做的角色 都做不到了 更何況說 怎麼帶給社會溫暖 所以我常說 我就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跟我的Member一直溝通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多 為我們的病友 為我們周遭的朋友 再多做一點 當我們多做一點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多好過一點 他們多好過一點 社會就多溫暖一點 所以這是我最近 我覺得 嗯 我蠻喜歡的一句話 那 我常說 在我很幸運喔 我在台東 因為從小 家裡窮 所以最常見到的是 教會醫院 那 有一天 我跟我老朋友小 他去 台東的小馬 台東小馬那邊 看到一個教堂 然後看到傳道士 然後看到 一排的傳道士的墓園 我是佛教徒 可是我去那個地方 我其實感到非常的感動 因為 我常說我們其實在 我常說 為什麼會在巨人面前 何其渺想 就是說 我看到他們啊 把他的青春啊 奉獻給台東 奉獻給台灣 奉獻給台東 甚至他連死掉啊 都留在台灣這塊土地 然後你看啊 就那麼簡單的墓園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故事 那就我們這些 台東人 然後剩下老的人 知道他的故事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 他可能就 連古蹟都不算 就是一個墳墓這樣子 那當我覺得 我看到這些 這麼偉大的人 很多人說 你去塔區 比如說 如果我跟這些傳教師比啊 我就覺得 我一年才只有去那個 一個月 按下去一輩子 我看 我今年第九 你還沒有錯到一年啊 所以 在他們面前啊 我何其的渺小 何其的不足 所以我常說 其實 對很多的傳教人而言啊 我們其實是非常的 非常 非常是 比不過他 所以我常說 看到他們這種 不會只為他人付出不求 回報精神啊 其實這就是一直在感動 我決定在台東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 關山的媽媽 其實我會這樣跟她講 這三位修女啊 握著手的是裴修女 她跟我最熟 我認識她快十年 那另外兩個修女呢 她們各自來台灣 五十年五十年 她們加強一百三十年 我那天跟那個修女看完 修女比我還台灣人 她五十年啊 我當阿伯到四十歲 所以你看喔 她為這塊土地奉獻了這麼久 那我常說 我常說 我常說我的人生何其榮幸 就是說 我們讀書啊 你讀到偉人傳啊 你只能去讀書 然後看書本 可是我很幸運 我的生活上面 就有三個偉人 那她用她的生命去教育我 怎麼樣去照顧病人 所以我很謝謝她們 因為她們這樣的態度 讓我 就像我們說盡本分 我希望我不只是做一個醫生 我希望怎麼比 我應該做一個醫生 再多做一點 那她們是在觀山聖石架服務 那觀山聖石架 她是在收容一些老人啊 中風啊 獅子 然後癱瘓的病人 那其實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去過安養院 你去那安養院都會有一種味道 不是大便的味道 就是消毒水的味道 對不對 可是你去觀山聖石架 只有一種味道 叫家的味道 就是你們家是什麼味道 那裡就是什麼味道 沒有漂白水的味道 沒有大便的味道 那你就知道說這些修女啊 把這些生病甚至不會說啊 癱瘓中風都沒說過啊 當作家人 那裡只有家的味道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去那個 安養院服務啊 你知道那一進去啊 就那種消毒水的味道 為什麼要壓過那個大便位 不然就是大便位要消毒水 消毒水要大便位 在他們那邊只有家的味道 你聞不到這兩個味道 所以你看到 而且他這個老房子大概有十年了 你知道那五六十年老房子 還可以保持那麼乾淨 你就知道他們這些人 對這些病人啊 他們把它當作家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很感謝他們 因為他們用他們的生命 在教導我怎麼去面對我的病人 那我常常說 這個才是對我有很重要的力量 因為我們常說 盡本分就很困難 可是他們常常 二十一小時這樣照顧病人 是很困難 你知道那一 我常跟他們講說 他們其實有什麼多不盡人情嗎 你知道那一 我有人臉書 有看到我母親姐前一天啊 你知道我從台東啊 就特地送蛋糕過去 開一個小時的車 送到觀山 然後送到那個安養院 然後他那麼廣播說 裴修女你的兒子來找你了 你知道修女怎麼可以有兒子 就知道他們很親 然後他們就這樣 所以修女們就下來了 然後他們很高興說 謝謝我送她的蛋糕 然後三個修女我們照相 照完相之後呢 修女就說好 楊師你可以回去了 我們要繼續工作了 他沒有請我喝茶 沒有請我吃蛋糕 蛋糕也沒有打開 就這樣趕我走了 你看他們多認真 多不盡人情 可是對我而言啊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本質 他說這個時間就是他工作的時間 而且他說我打擾了他們工作的時間 你看真的是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一點都沒有生氣 我覺得這很理所當然 讓我很感動 因為對啊 我打擾了他們 因為我們台灣人一定說 他說啊還切個蛋糕嘛 然後喝個茶 就是假生一下嘛 雖然不管你喜不喜歡 怎麼這樣假生一下 對不對 他沒有 他說拍完照 好楊師你可以回去了 早一點回家 不然你媽媽會擔心你 然後晚上車子不好看 好 不敗 就這樣 我就這樣被推 就趕回家了 然後人家我說 你那天下午在宅配蛋糕 對 我沒有喝到茶 也沒有吃到蛋糕 是宅配 我的角色是宅配 可是你可以看到裴修女 我常說這三個像我的媽媽一樣 那她在我身邊笑得多 多慘感 因為 對我而言啊 其實 我很 我們 要去介紹他們三個有個偉大 其實很困難 可是我想一個人 願意把異鄉當作家鄉 然後這樣服務五十年 然後全年無休 對我而言啊 我很難去描述 當作我跟裴修女他們的聯繫是 因為我那時候在觀山療養院看門診 然後我兩個禮拜去一次 然後看完門診之後 因為我病人很多 所以我就要殺我去台東 因為我 我就覺得回家吃媽媽 就兩個禮拜吃一次媽媽煮飯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然後那時候就有人跟我講說 那個觀山生死之駕 他們有一群病人 楊醫師你可不可以去 然後第一個時間點說 我病人很多我不要去 我沒有超過幾個病人 我第一個時間點我就拒絕了 我很誠實我拒絕 因為就懶惰啊 然後第二次他們又來 第二次我就尷尬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那個病人啊 你知道那個中風的 你知道那個復健巴士啊 然後庚嶺到庚嶺地這樣 然後一個一個進來看病 然後你就覺得說 啊啊啊啊怎麼 對 然後那個護士小孩說 楊醫師他們奉獻那麼多年 你去一下有困難嗎 對 看這句話是刺痛我了 對有困難 好 當場就說好 我下午馬上去 對 我覺得 我很誠實 我覺得 我說下午我馬上就去 所以我記得我那天 看門診看到三點晚 沒有吃午餐 然後 裴修妮他們就在那邊等我 那就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然後我跟你講 他們這些 這些傳教人員呢 他們非常的嚴謹 你開的任何藥啊 他一定先質疑你 因為他說這是我的家人 我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吃這個藥 齁 你知道那個醫生 還可以質疑我們 然後我想說 然後想說誰怕誰 就一個一個解釋給他聽 就這樣子我們慢慢 開始建立了關係 建立了信任 建立了護性 他完全信任 把他的病人全部交給我 因為他說這是他的家人 當我的家人要看病的時候 我當然要給他 我覺得我最信任的醫師 其實對我也 這是一個非常感動的事情 那他們三個有多偉大呢 其實他們你看就是 就三個都得醫療奉獻獎 就是這麼偉大這樣子 那尤其裴修妮 我跟他認識十年 我記得裴修妮 那是2007年得醫療奉獻獎的時候 我比他還要興奮 然後我看到他說裴修妮 我可以報名一下 然後裴修妮說不行 我有手機不能給你報 我跟他說沒關係 你是我兒子 所以你可以報一下 所以對我而言 我非常的高興他得到認同 可是裴修妮他們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只是做應該做的事 為什麼要被稱讚被讚揚 應該要做的事 這件事好困難 那所以我常說 其實我很謝謝他們給我 所以你看他們三個加起來 一百三十年無私的愛 然後裴修妮今年母親節跟我講說 做一個有用的工具 去服務需要的人 對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而言 這是一件很困難 可是也很簡單的事 很困難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有我們的價值 我們怎麼去做一個工具 如果我要去做一個工具 我可能要像賺比較有價值 可是我常說 到底價值的存在是什麼 那怎麼去服務需要的人 其實對我而言 我很謝謝他們 用他們的聲明去告訴我 那這個是馬修女 那她是第二屆的醫療奉獻獎得主 那你看她那時候 她跟她的家人講 她很想念她的父母 可是台灣一定是她的家鄉 你知道他們退休了以後 你看他們沒有辦法去 因為去搬運病人不方便 他們年紀真的太大 你看他們還去鋸木頭 我就跟修女講說 我只有嘴巴腳我會做得到 他們為什麼去鋸木頭 因為他們為了替外面省錢 他們說萬一去山上撿木頭 然後燒一燒就可以有熱水了 我想說燒一燒有熱水 叫瓦斯就好了 我們一定會覺得叫瓦斯就好了 對不對 他說重點就是要省錢 我記得前陣子 他們在介紹他們的故事的時候 他們提到說 我可以看到他們的謙卑 因為他提到說有人幫忙他們 他們用什麼形容 他們用恩人 我想說蛤 那個人才送他幾包米 他叫他恩人 對我們而言 我們就是一個贊助者 最大的名詞叫做贊助者 他竟然叫他 他說他很感謝這寬山聖史之下 這二三十年來 耶路都一直有恩人 可以贊助他們 讓他們有米糧 讓這些老人家有飯吃 哇 其實我覺得 當他們講恩人 這個名詞的時候 對我也很感動 因為他們是發自內心 真誠地去感謝這些人 可是有時候我們呢 接受贊助人 因為你知道我們常說 我們有時候會去幫忙人家 人家說 那東西會比較長 可以拿得好嗎 人就是會這樣 為一個貪婪的心 可是你看 兄女他們被幫忙的時候 他們已經做那麼多了 他們其實社會地位已經夠了 他用恩人這樣的一個形容詞 在描述這是多困難的一件事 那 我們時間上我們可能 好 這是勞修女 他們其實 不用講他們很多偉大 就是很偉大這樣 好 這是我媽媽 我跟她比較熟 那 你可以看到我跟她照相的時候很害羞 因為就是 兄女她 她 對我而言 我母親姐一定會送她禮物 因為對我而言她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因為我很謝謝她 讓我決定要當醫師 當我決定她進去醫學這條路 我決定要跟大家都是同樣的醫生的過程中 因為她提醒我 讓我 我應該盡了本分去做應該做的事 否則我常說 對 醫生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 我沒有覺得我做的事情是一定是對的 或者別人不做就是錯的 可是我很謝謝她 因為她的提醒 讓我去做人生應該更應該做的事情 那 你看他們照顧 這個 其實她把病人當作家人 對我而言 這是一個 我們講說是病如今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尤其我們是醫生 尤其我們常是說 大家覺得比較傲慢的職業 比較 對 那你怎麼去試病如今 尤其我自己是走精神科 我的病人常常是窮啊 沒有錢啊 就是窮 就是很窮很可憐 那 人很現實的 我們喜歡漂亮的 喜歡年輕的 喜歡美麗的 喜歡有錢的 喜歡有權利的 沒有人喜歡去照顧貧窮的 沒有人喜歡去照顧髒的 沒有人喜歡去照顧 看起來不好看的 其實這是很實際的 可是我很謝謝裴兄弟她提醒我 怎麼去轉換自己的心情 把他們當作家人 因為你不會去嫌你的家人髒 你不會去嫌你的家人醜 這是很困難的一個情形 所以裴兄弟那時候得獎的時候 她覺得她是不小心得獎的 她覺得台灣在做事情的更多 因為我從她身上看到很多謙虛的一個情形 很多人很衝突說 她是天主教徒 我是基督 我是佛教徒 可是我覺得 他們站在一個高的宗教位階上 你會感覺不到這樣的一個歧視或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從他們身上學到去服侍去遵從天主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人很傲慢 我們要去決定遵從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一定會找三千個理由來拒絕自己 不去做這些事情 就像你看我上司第一個時間 拜託我去的時候 你看我第一個時間點就給她拒絕 你看他們這些人 當教會派她去哪裡的時候 她就去 她沒有第二個意見 那我的上司跟我討論的時候 我有五百個意見跟她拒絕 所以這就是我從她身上看到說 咦 我們的不足 然後她怎麼去做這些服侍的道理 所以我常常說這是一個很困難的 尤其他 北兄你跟我講說 我們要服侍上天主是一件容易的事 為什麼 因為天主看不到 天主是純潔的 所以我們要用想的服侍比較容易 可是當我們真的要去服侍 活在我們身邊的人 是一件很困難的 因為看到她之後我就有情緒 看到她之後我可能沒送 看到她之後我可能喜歡 那我喜歡她 我就會服侍她多一點 我討厭她 我就怎麼樣 不想服侍她 可是我覺得我從她身上看到 那種無私的奉獻 是一件很困難的一個事情 所以裴修女跟我說 左手做好事啊 不要讓右手知道 對 所以 所以應該今天不應該來這裡演講 因為當大家知道太丟臉了 所以我常說 其實這位上位修女 在我生命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偶像 那 感謝他們讓我進入醫學這個領堂的時候 當我進入主治醫師 準備過跟大家想像中一樣主治醫師的狀態的時候 我常說很謝謝他讓我生命轉了彎 轉到了應當行的路 那 而且裴修女我覺得她很可愛 你知道她每天我上塔去啊 她每天早上 她每天啊 她早上都會為我禱告 然後她說 她跟我講說其實她很謝謝我 她說因為 她說 她說 藏區啊 的人 沒有 只是他們沒有機會聽到天主的福音 那 只是藉由我的手去服務他們 改善他們的痛苦 你看他們多偉大 用這樣的心情去轉換 然後 我想說有什麼好謝謝我的 所以她每天都 當我去藏區的每天 她都為我禱告 然後她甚至會請她的教會的修女們 為我禱告 因為她覺得我一定要平安回來 那她覺得為什麼 她說 當我沒有辦法平安回來的時候 就會讓後面想要發起這樣的心 去做這些事情的人就會退轉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她說 只要我能夠活著回來 以後就有人敢去做 對 所以其實我很謝謝她 為我這樣的一個祝福和寶告的進行 那當然 我覺得對我生命都很重要 當然是我的母親 我常說 我很感謝我的父母 因為她給我的身體 給我健康 給我這樣的智慧 我常說 我沒有辦法去回報他們 我們只能用一輩子的三心三念來榮耀她 當然 其實我覺得我的媽媽 對我而言 她印象很大 因為她一直給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財富 那這些財富絕對不是錢的問題 那我常說 我媽媽她只有小學畢業 她沒有讀什麼書 然後她都賣麵了 我們就賣麵她 所以我什麼最會 就是給她採很多菜 這樣子 所以我一輩子最討厭洗碗 因為我可能你們全部的人 加起來的網 都沒有我寫的還要多 因為對我而言 然後我最討厭寒暑假 最討厭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那時候客人最多 然後每次媽媽都騙我們 過年晚之後 就帶你們出去玩 然後過年就到元宵 元宵就開學 所以媽媽每次都騙我們 可是我常說 我很謝謝我媽媽 她用她的生命 她用她的生活 來教育我們 教育我們貧窮的財富 很多人不懂啊 什麼叫做貧窮的財富 貧窮的財富 我很謝謝我媽媽 因為她告訴 因為貧窮 讓我們懂得感恩 讓我們懂得喜福 讓我們懂得分享 要怎麼說呢 因為我媽媽 我常說 因為我們小時候 這樣貧窮的過程 讓我們更有機會 去認識這片土地 那因為貧窮的原因 讓我們更有機會 去親近 跟我們一樣 生活辛苦的人 那因為貧窮的原因 我們會懂得去更珍惜 那因為貧窮的原因 讓我們去感恩 所有支持我們的 因為我們 我媽媽常說 我媽說她養我最輕鬆 因為我大學啊 我沒有拿過家裡一毛錢 就是我很幸運 我都領獎學金 所以其實我常說 我很幸運 就是我 你知道我們大學拿到那個註冊 那我爸十二年 她說七萬塊一個學期 那我媽拿到七萬塊的註冊單 第一個說 你別討厭了 你辦休學好了 你去討厭了 因為我也說七萬塊 借了 借不到 七萬塊借也借不到 大家想我們還要註冊費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班費 一學期要繳兩萬 然後還買書的錢 那現在才十幾萬 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要去抽獎還是抽獎 要去抽獎 你知道那個鄰居最 親戚鄰居最怕什麼嗎 窮鬼 尤其最怕我們註冊 說走到要死 腳到要死 腳不痛 都撞也沒問題 其實 可是我覺得很幸福 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去沿路上 有人幫忙我們 去申請講學金 我常說 很謝謝很多人的幫忙 讓我們有機會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因為貧窮啊 被人家討厭 然後被人家拒絕 可是我媽媽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能去 因為這樣有厭惡的心 你要去體悟 怎麼去敢去拒絕孩子 可是我覺得很幸福的是 因為我媽媽用她的聲音 用她的行為 去表演給我們看 讓我們知道 不是說被拒絕了 然後回來那個超幹屌 或者罵人 所以我媽媽其實用她的行為 去讓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 我媽媽說 人家也是敢哭人啊 人家不借我們 也是有她的原因啊 那 我覺得很謝謝 我媽媽會告訴我們這些情形 那 也因為這樣 其實整個過程中 讓我更懂得去感恩 喜福和分享 那這當然是我的上司 我非常謝謝他 因為你知道我的上司啊 這人生真的很奧妙 他是不單人 然後他前一次呢 是穿上康巴塔徐人 然後我是台東人 你知道這十萬八千里的地方嗎 我們根本就不認識 那就這樣的姻緣 我們開始聯繫了 所以其實我很謝謝他 我常說 人家說我怎麼要介紹他 我說我就是一個傲慢的人 他能夠馴服我 一定有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去介紹他 那 我常說我很謝謝他 因為 我常說他在前面走 我就要在後面慢慢跟 那假如跟不到呢 就自己找路走好了 不然怎麼辦 你知道 就是人生總是有自己的道路 可以走出來 所以其實我很謝謝我的上司 他告訴我分享的道理 也謝謝我的母親 他跟我講說 生命應該浪費在 對生命有意義的地方 所以我說人生的花朵 應該在人生美麗的地方燦爛 那你這樣的分享 你可以 其實一個人快樂 也可以一家人快樂 也可以很多人快樂 你決定 可是這個東西沒有誰對誰錯 我常跟大家講說 我決定去塔區 我決定回台東 沒有絕對的問題 只是我自己決定要做 所以沒有對和錯的問題 那我決定會來當 台東身心科醫師 當然這是我的自我汲取 我可能還沒做到 那就像我的官山的裴修理 告訴我做有用 做一個工具去服務需要的人 那就像我說怎麼去盡本分 那我當然介紹精神科醫師 身心科醫師 當然跟大家講 精神科很多疾病 很多人覺得都是縱邪 可是我常跟大家講 當我們用這樣的描述 去描述我們的病人 對病而言 是一個很殘忍的事情 我常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一個基因的疾病 很不幸 他摸彩摸中了 他替我們擋掉 比如說精神分裂症 它有一趴的發生率 一趴的發生率 代表一百個孩子 有一個會得病 所以當那個病人得病的時候 你要感謝他 為什麼 他幫你擋掉了 那百分之一的千韻 就像比如說我們男生去金馬獎 有人抽走金馬獎 就會替他拍拍手 為什麼 你就少了一個人可以去 所以我常說 對我的病人而言 這個我們要很謝謝他的 因為他替我們擋掉了基因 替我們擋掉了機率 所以很多人說 他是中邪啊 靈異啊 什麼鬼啊 附身啊 因果病啊 壓力太大 我不能否認可能 也許不知道 可是至少我覺得 我知道 當他們接受 正 接受正統的醫療治療的時候 他們其實可以恢復正常 可是很不幸 因為現在醫學不夠發達 我常說現在醫學的醫不好 醫不死了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讓你 他可以讓你康復 所以其實 常說我常說去無名話 就是說很多精神科病人 然後說精神科醫師都不懂得尊重精神科病人的時候 就不用躺後面的 你要懂得去尊重你的病人 去愛你的病人 當你去愛他們的時候 他們大家才可以要求別人 這是我的一個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寫的文章 我們很難描述說幻聽 幻聽的意思就是說 旁邊沒有人 耳邊有人在跟我說話 然後有人認為是鬼 有人認為是神 有人認為是神 我們不知道 可是你要想說 有一個廣播 24小時 不會關機 在跟你講話 它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聽到他這樣講 其實你聽到他說 開始從模糊變成劇烈 然後繞繞叨叨 然後一直劈一停 24小時 你看 他會覺得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 那個人沒有瘋 真的也會瘋了 你拿廣播24小時沒有關 你怎麼辦 你看我的病人心 這是一個24小時的酷刑 對我們而言 他可能中邪 他應該去那個 他應該去那個 廟裡面櫃櫃櫃櫃 我常說沒關係 反正我 我常說這個是可以被科學驗證的 比如我的病人在病房的時候 是起檔 他說他是三太子 我就說好 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你趕快給我退嘎 不然我就跟你綁起來打針 然後關起來 然後當下那就是退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就是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 好 如果他真的是神 他真的是鬼 他怎麼可能怕約束 他怎麼可能怕治療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說 也許有靈異的事情附 站在我的立場上 我是一個醫生 我不適合去講這個 只是站在我的立場上 他們需要被接受治療 那一旦他們被接受治療 他就可以回復這個 你看我跟你講 這些文章叫你寫 你還寫不出來 在座我還不相信有人寫得出來 你看他描述得多具體 多漂亮 我跟你講我還真的寫不出來 因為我也不是病人 我當然寫不出來 不是 可是啊 不信如果你是病人 你也寫不出來 因為你要想說 你沒有被治療 他為什麼寫得出來 因為他被治療 所以你看喔 他處心急 你看他開始有妄想 覺得人家要害他 甚至連他愛的人 他都覺得他害他 所以當我那時候 你知道他那時候來門診喔 我又拜託他接受相信我的治療 我還用牽托的跟他砍關 因為他跟我是很幸運 他跟我博小 國中高中 同一個學校畢業了 我說看在我是你學長的份 你就先吃我的藥 一個月吧 吃了沒有效 你就不要吃 你看我還說 我還用牽托的 六年加三年加三年 對 我就這樣用牽托的 我說 我跟你有十二年的學長的關係 我應該不會害你 對 可是 他那時候 我當他吃了新的藥物 你看他就穩定下來 然後他 最近他去讀研究所 因為我而言啊 這就是我的成就感 我剛剛跟你講 當我看到病人的進步 這就是我的成就感 所以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他講了一句話說 對 他可以治療好 為什麼很多病人沒有治療好 沒有為什麼 因為當一個醫生考慮太多的時候 當我考慮健保啊 考慮什麼什麼成本啊 考慮什麼時候 當我們有考慮出來的時候 很多疾病 他的愈後就會不好 我常說 我對我的病人啊 我手上我沒有決定 我從來不去思量 他 對我眼中呢 只有他適合的藥 沒有藥的價錢的問題 只要他適合的藥 價錢多少錢 我就跟他管他去死 反正現在有健保 大家 台東人 腳的健保費跟台北人 腳的健保費不是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用 比較差的健保觀念 對 我覺得 因為同樣的東西很多 就像 我現在還有從花蓮跑來的病人 也有從屏東跑來的病人 其實我很討厭病人從外地來看 我非常討厭 因為對我而言 我覺得看病很不方便 因為 他來看我 對 可是對病人而言 他覺得 就只有我們熟悉他 可是我常說 沒有我他也是活一天 有我他也是活一天 他還是要揪進去找他更適合的醫治 所以我常說 治療就是一個新的態度 新 決定病人 新的癒後 然後你看 我們那時候帶病人去看電影 很好笑 我們帶病人去看電影 我跟你講 你們台北人去看電影裡所當 我們台東十幾年 沒有電影院 所以我們病人 一輩子也沒去看過電影 你知道我們要包電影院 是件多難的事 第一個錢 醫院不出錢 我說醫院不出 沒關係 老子出嘛 反正也沒多少錢 好重點來了 他也不一定願意讓健身科病人去 因為他覺得你們病人很髒啊 會弄髒 你知道我們要花錢 還去說服人家 而且我們還要 到這裡用包場 你知道嗎 對 我現在才知道包場這麼貴 你知道 那時候我們在乎這情況 沒關係 包了再說 然後你知道 請病人來啊 病人他有一千個理由說 他很忙啊 他怎麼樣 你知道我們要請病人來 要告訴他 你要來看電影的時候 請他記得洗澡 要換衣服 然後他們當然沒有手機的問題 因為他們很窮也不會有手機 然後不能遲到 電影不會等人 然後你要前一天通知他 然後叫他看門 看電影請他去尿尿 不然走到一半 等下跑出去怎麼辦 對你們而言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可是對我們的病而言 多難 你要從他家 把他請出來 然後去看電影 而且他決定看什麼電影 才很困難 你知道嗎 你知道禽色的也不行 太難的也不行 我們那時候看中破曬 很簡單 對對對 對 幸好還有中破曬可以看 我本來想請他們看那個 看見台灣 然後我們小姐說 看見台灣我連我都不想看 還叫病人去看 我說我們可以增加點氣質 然後說病人就沒有氣質 那好笑的 所以你看我們要請病人進去 其實包電 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好 這個是一個 有看過我臉書 有可能知道這個 其實我們很多病人 其實我常說 我們小姐常說 精神科很可憐 因為 比如說 過年 我們的病人 你知道那種內外科 過年過多的 那禮物都整堆的 像我家都沒有禮物 我快不禮我了 你完蛋了 都散 你知道這個病人很可愛 我真的覺得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是一個 心神分裂症 然後他六十多歲了 老人家 基本上他很退化 他非常非常退化 他看病也沒有錢 他每次都說我們要幫忙交 就是我要幫忙交 因為他就很窮 那為什麼他很窮 你知道人老了 生病了 六十幾歲 他爸媽都死光了 他也沒有結婚 那 那 貧病都是交集的 然後他就在家裡種個小田 然後我也是 然後他那天就說 楊醫師 你要吃玉米嗎 我說好好好 你知道病了很多 好好好 就隨便去搭一天 就覺得不神 沒有搭 想說玉米 什麼東西 從那一天起 你知道他拿這個花蛋 像槍下那種花蛋 他每天早 從隔天起 他每天早上 就拿著花蛋 去他的菜園 然後他看到熟了 他就跟他摘起來 晃到他的花蛋裡面 第二天看他就摘起來 他就這樣給我累積了一個月 看貼掉了 當然你們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要想說 當下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對一個這麼退化的病人 他那一整年啊 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他只是我 他是想到我 然後 對 其實他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小姐說不能吃 我當然知道不能吃了啊 這黑了怎麼可以吃 可是你要想喔 他說他被我們照顧那麼多年 他第一次送我禮物 所以他一定要好好準備 他就這樣準備了一個月 然後你看到 對我而言啊 我常跟我的小姐講 這是無價 我難跟大家講說 這個有什麼價值 對啊 其實也都不能吃了 就丟掉了 可是我 我放了超過兩三天 我今天要放在診間 因為我覺得那個好溫暖 好感動 當然 你要丟掉還蠻捨不得 因為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 對一個人退化 他完全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每天早上起床 想到你 然後準備玉米 對 對台北人 對很多有錢的人 這可能就是一個 丟到垃圾桶的地方 可是對我的病人而言 我覺得好感動喔 他記得我 他生命中記得我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他很感謝喔 然後 他每次問說 原來是你還不要這樣 玉米說不要了 其實我不是說不要 是因為他每天摘 他可以自己用 可是當我答應的時候 你看喔 他很老實 他就這樣 那所有的人 然後那一個玉 他們家的人 都不能去玉米鐵 因為那個玉米鐵被他包了 他要跌入 是被我包了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很感動的一個事情 那 這是我去年 聖誕節送到的禮物 對 就是一顆高麗菜 當然對你們而言 你覺得沒有什麼 可是對我而言 他是一個退化的病人 然後 我們鼓勵他 他去種菜 然後 對 你知道那個病人退化 他只有種好三顆 我快瘋了 對 他就只有種到三顆 因為都被蟲吃光了 然後他分一顆給我 然後兩顆他自己吃 然後他從長濱帶來台東 大概要兩個小時的車子 他做工程回去要兩個小時 對啦 其實對你們而言 他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他就是一顆 就是可能十塊錢吧 可是他可能花了好幾個月 再種 他就種了一母高麗菜 點 只剩三顆 那 為什麼只剩三顆 因為他功能不好 他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就知道種下去 每天澆水 時間到他就覺得 那個高麗菜會長出來 對我而言 其實很 那 其實這個冰咖啡 對我而言 也是 這是今年 過年後 一個很溫暖的禮物 他是一個智能障礙的病人 他是低收入部 他住在大五 他 他一個月要領的是五千塊的那個補助金 他沒有辦法工作 他就住在一個窮 很落後的房間 然後那一天 那個 因為過年那個教會的師母 你知道他笨笨的 所以師母會叫他去當工人 幫忙搬東西 那你知道我們排動員 就是 他就師母帶他去那個家人 你知道他存了三個月 買了這一箱冰咖啡給我 你猜他為什麼買 因為他知道我每次門診都嚴診 然後他捨不得我肚子餓 可是啊 他說 他就決定買他喜歡喝的飲料給我 他不管我喜不喜歡喝 因為他說這個最好喝 所以他決定買這個給我 可是你看喔 其實這一箱飲料在三百多塊 他要存三個月 他要省下來 你知道他多可愛嗎 因為我的門診是一二三隻 他禮拜五來 他禮拜五早上 他就坐公車 然後坐到公車站 然後再走一個小時 路到我們醫院 然後就從早上等到下午 你看他有多笨 他現在不知道哪天我們 他也不會去問別人 然後小姐說你要幹嘛 他說我要找楊醫師 然後小姐說楊醫師今天沒有門診 他又傻傻把這箱又扛一個小時回去 又扛回家 你就知道他有多可愛 然後他那天會來門診的時候 他就這樣拿給我 然後我們 其實那天我們小姐講一句話 他說 他說他那天他終於知道我講的什麼 叫做千金難買的一種禮物 因為他其實我們 他其實在另外一個看到 楊酒啊 台東什麼 次家 什麼都有 他就說 很多東西啊 其實用不了就沒有了 可是有些東西啊 你永遠都會放在心裡 那你看他 三百塊啊 他要存三個月 對我們也很困難 對他也很困難 因為愛於他的次第 愛於他的 你看他 至少他想著我這三個月 所以我才想說 其實我很謝謝我這些病人 他們常常給我很多很重要的力量 去決定去照顧他們 那這也是他們送的 你看 那 這個是我們每一年冬天 我都會辦了一個冬令救濟 我常說不能叫冬令救濟 我喜歡叫分享 因為我的病人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窮人家 最喜歡冬令救濟 為什麼 會拿到很多禮物 拿到 不管是衣服啊 米啊 書包啊 鞋子啊 我覺得那個時候好溫暖 你會覺得 好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一直記得這個溫度 所以我 我每一年 我就會買米 買衣服送我的病人 那很多人說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就爽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那你看 你去送他們其實沒有什麼 我覺得就是跟他們分享 讓他們知道說 世界上還有人關心你們 不是沒有人關心你們 就這麼簡單 其實我能送的不多 我今年送六百包米 一包三公斤 所以 其實說多不多 也是花了很多錢 可是我覺得送的就很高興啊 然後我們同事很認同 同事就是說他們可以出力了 不要出錢 然後 其實 對我們也這是一件 你看 然後我 我送的沒包米我都會上面 很好笑 我上面貼的是聖經 為什麼呢 其實我常說 聖經的經文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讓人家容易去感動 然後我的病人很多 第一個他們的信仰很多 本來就是基督教 我不需要因為我的信仰去改變他們的信仰 那我照顾他們可能是一天兩天 一個月兩個月 一年兩年 可是呢 信仰會跟著他一輩子 他不需要為了我去改變他的溫暖 可是如果這個溫暖 因為我的原因 讓他recall 恢復記憶 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一點都會貼聖經 那很多人說 我說你如果貼佛經 我看我的病人 我都聽不懂 不懂你要這樣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會問說 你這樣不是很衝突 我說 做一件事怎麼去圓融它 才是不衝突的一件事 那這個病人其實對我而言 這幾天是我們最近最 壓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爸爸肝癌癌末了 他爸爸來脫孤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脫孤嗎 他爸爸來門診 因為我們有先去他家看他 因為他家住很遠 離台東市大概兩個小時 他爸爸肝癌 那他爸爸要轉移 所以他爸爸隨時隨地會死掉 那他是一個車禍腦傷 所以你不要看他這樣聰明喔 他就只會吃飯大便洗澡 什麼都不會 他洗澡也不會 因為他說一個禮拜再洗一次 他爸爸問我說楊醫師 如果我死了他怎麼辦 我想說如果我死了 你死了他怎麼辦 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 我想他已經去找了很多人 他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就像他講的 全世界裡只有我們會去他家 因為他家真的又髒又臭又 就是這樣子 那誰會去他家 他說只有我會去他家 對 所以在他爸爸心目中 他覺得很像家人 他找不到人可以殺人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他為什麼沒有其他家人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他沒有其他家人 他都死慌了我怎麼會知道 然後你說他的阿姨姑姑 就是每個人都怕窮人嘛 而且 欸 這麼大隻欸 你看他吃的飯要多少 多可怕 然後他的暴力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誰敢照顧他 那他爸爸來哭 我覺得那個托姑啊好可怕 我覺得這樣困擾了我一個禮拜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開始去縣政府啊 縣政府已經很清楚了 我就是一個雞婆的醫生 你現在很習慣我 因為以前有很多人說 你是他的誰 我是他的主治醫師 他很窮 他也沒有財產 他賣給我我也不要 對 因為他賣給我我要養愛一輩子 他又不能當工人 對啊 我還要照顧他 所以其實你要想喔 然後又很不幸 他又有一塊3D保留地 你知道那個政府 好像那個3D保留地啊 就一小塊 送人家也沒有人要 賣也賣不掉 他不能升級到低收入 他說什麼都不行 你知道嗎 我們還去證明他多可憐 去縣政府證明他多可憐 幸好我呢 已經太常去縣政府了 他們知道我是怪他 就不會質疑我的目的 因為我常說 不然我常說 因為每次質疑我 不然你把他領回家 送你 如果你要就送你啊 我是雞婆 我都做到這樣子的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人就是雞婆 我就看看 我跟他沒有關係 我說雞婆做到這種程度 那你們是政府 你們還不處理 不然到時候 我就帶到縣政府啊 不然看你怎麼辦 那當然我們現在想辦法 幫他找案子 然後你知道他爸爸 又有很多條件 所以我覺得很痛苦 就是我好不然找到一個地方 因為一輩子收留他 他發現那裡太老了 太舊太髒了 我就想說 散的人還有那麼多美女 你知道嗎 可是我常說 當然他爸爸講得對 他爸爸說他還那麼年輕 是不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去復健 可以什麼 可是你知道台灣 因為對這些精神病患的 你知道台北可能有 我們台東怎麼可能會有呢 所以對我們而言 是一件很困難的是 我們最近好朋友 會找到一個機構 願意去收留他 而且大家想喔 收留他代表 要一輩子的經費來源 對 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你要想我是轉介的人 那從此以後 上面就塞 就是我的名字 以後那個人 他一輩子讓他找 我想說 我什麼叫做一輩子 我老婆有那麼多人 可是我覺得 對我們而言 很困難 因為沒有人願意去做 那你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真的是很困難 因為你去做了 然後你看他才三十幾歲 哇他可以給我活到六十歲 我就跟他簽六十三十年的英明 要把我怕死 對 這是應該很可怕的事 可是我覺得 我很感謝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至少 在他這麼無助的狀態中 他第一個是想到我們 那表示我們在他心目中 我們過去所做的付出 是有價值 那我們去年有送教會 你看很好笑 佛教徒送教會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個教會很窮 那他們真的有在做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學中送他 我覺得台灣人喜歡做那個緊張添花的事 那其實我們只是送他 好像五十包還是一百包米 然後那個師母就感動得要命 那我常說 其實就是這樣一點點的幫忙 在需要的地方 他們就會得到很大的利益 可是我們台灣人喜歡 坐在那個看得到的地方 然後感覺會更有利益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件很 很要去思考的事情 然後你看我們還去幫病人家親大嫂子 我跟你講他們家就是這麼乾淨 你知道我們那天 Keep walking去拍攝 那個攝影師距離病人十公尺 他還是覺得那個病人非常的臭 然後重點我們還在旁邊要餵叫他 他說你餵死你怎麼受的 我說受不了也是要忍耐 因為他就是我們應該要照顧的 如果當我都嫌棄他的時候 或者我面露不舒服的時候 他下一次就不會敲 我敲他的門他就不會開了 這就是一個要去思考 你看變得都乾淨 不過一個禮拜後又恢復回去 欸 怎麼自動關掉 好 我們來講一下 當然還是要講一下塔訓 不過時間好像快不夠了 因為這是我的Style 就是我常常亂跳Style 那個聽不懂的人聽過我演講 你知道我常亂哭爛這樣 塔訓村其實我常說 他是在一個四千五百公尺 當然還是要賣一下書 歡迎大家上一下成品進食堂 跟他網路出去 對我而言 我想我會去台東做這些事 像我要去塔訓做這些事情而言 對我而言我覺得 不是理所當然要去做 我常常跟大家說 我絕對不是 一生下來就決定要做這些事 我說不可能 我是慢慢去調整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同樣告訴大家 人生很多事情 我們應該 就是我們不可能生下來 就要當理所當然做 我們要做很多的調整 很多的改變 很多的努力 才能朝正確應該走的地方 塔訓村第一年其實我上去 第一年我上去 其實這次 你看那四千五百公尺 我就昏迷三天 那個高山症 我真的超想死的 我說人家說我多想死 請看書就會告訴大家 多想死 那時候我昏迷三天 那我那時候醒來的時候 跟我的上司說 如果我死了怎麼辦 我媽媽怎麼辦 然後人家就跟我講說 回家就好了 我想說是回西方嗎 然後我很生氣的 我到塔訓村就好了 其實身為一個醫生 我很難 因為你讀過書 你很難去解釋 高山症應該是 到底的地方才會好 而且我一直爬 怎麼可能會好 可是很奧妙的 當我到了寺院 我的高山症 就突然間就被巴 就這樣 就不見了 我非常的壓抑 我竟然可以走路了 因為我躺在那邊 我想釀釀我就爬不起來 我想吃飯我爬不起來 可是我竟然可以走路了 我很難跟大家去思考 這是為什麼 那第二個 當我去看到村莊裡面 我看到村莊的人 我的眼睛看到他們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貧窮 他們非常的快樂 對我而言 這是一個非常 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在門診每天 就是 你知道人很奧妙 有也是痛苦 沒有也是痛苦 那我的本人變得很痛 超有錢的人 他很痛苦 三個月四個月的人 很痛苦 有結婚的很痛苦 離婚的很痛苦 有女朋友痛苦 沒女朋友痛苦 反正都有痛苦 反正就是 叫我講一千個痛苦 我一定覺得講得出來 從來沒有一個人說 兩次我很快樂 所以我來看你 如果他說他很快樂 他來看我看 他已經是發作了 跟他們的現實感 對 那 從這個地方 這麼貧窮 這麼辛苦 可是他們卻很快樂 對我也是一個非常 奧妙的 我要去思考的 那第三個呢 你知道因為我們是窮人家的孩子 我們小時候 像我爸那時候生病 我們很窮 那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生病 媽媽要賣一天的麵 然後才來去看病 然後如果那天錢存不夠 明天才能看病 為什麼 因為看病不能欠錢 那時候沒有健保 然後我爸生病的時候 我們只能吃偏方 所以因為那時候吃偏方 爸爸的糖尿病 就有很多的後遺症 可是當我是醫生的時候 我爸爸後來生病的時候 我們去醫院 我就跟醫生說 只要你說的出口多少錢 我的經濟能力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施養 當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 有不公平的問題 當我們小時候很窮的時候 我爸生病沒有錢看病 當我是當醫生的時候 我爸生病了 只要醫生看得出口 我們就可以去做 所以一個人在不同時間點 也有不一樣的不公平的問題 好 這是人在不同時間點的問題 可是人在不同地方 也會產生不一樣不公平的地方 在塔虛村生病了 生病了能做什麼事 就等待啊 跟我們小時候生病等待 可是他等待 很有可能就是等待到死亡 等待到 你知道他們等待 就是說救的火啊 就要感謝佛佛上 救不活呢 就是他的命 可是常常就是救不活 就是死亡 那對我而言 你看同樣的一個 同樣都是人在不同地點 當他生病的時候 有這樣不公平的狀態 對我而言 對我是一個醫師 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傲慢 我覺得這很不公平 很殘忍 我很難過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在想 我能為這個村莊做什麼 對啊 我能為這個村莊做什麼 我只是一個醫生 我能為他們做什麼 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 就一直咀嚼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從我第一年回來 我第一年下山之後 我就很困擾 因為我一邊上班 我一邊 這個問題在困擾我 我能為這個村莊做什麼 那我就在想 我是醫生 最簡單的 就是提供醫療的服務 所以從第二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提供藥房 因為我那時候 是特別針對老人家 我給老人家 因為我覺得 你知道永慕民主 就是食物是被分配的 青壯寧一定有食物 因為它是勞動階級 孩子一定有食物 因為那是未來的希望 老人不能浪費食物 等死 因為它沒有功能的 而且沒有吃好像有理所得到 可是你要想說 一年有八個月的冬天 零下二三十度 最冷到四十度 你知道那個有多辛苦 多寒冷 多痛苦 你知道那個老人家 關節都退化 變成那個 變成L星了 你知道那個八個月 我就想到八個月 哇 像我那種坐不掉 八個月可能去阻塞了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年 第二年我就開始 衡量我的經濟狀況 我那時候很傲慢 我就很量我自己的經濟狀況 我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給每個老人家 一個人一百顆的子痛藥 葡萄糖 銀 維他命 我想一百顆一百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先做一百天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很多人 有人會想 你才給一百顆 大家不要忘記七百個人 一百顆就七百 七萬顆 七萬顆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有人拿這樣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給他多給 我說 從你的口袋拿錢 你就知道你會不會給了 從你的口袋 這是活生生的錢 不是假鈔 不是金錢 是活生生的錢 要從你的口袋拿出來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一二年就開始這樣給 那我們就慢慢的 第二年開始給 然後從一百顆 兩百顆 加到三百顆 我現在一年大概都給老人家 三百顆的藥 我想說三百顆 對老人家 其實就會很有幫忙 我永遠記得一個阿嬤說 因為她拿到我的藥 她覺得冬天不再那麼遙遠 冬天不再那麼辛苦 冬天不再那麼寒冷 我很難跟大家講 這代表什麼意思 而且她覺得 當她拿到我的藥 她覺得明年她一定還會見得到我 對我而言 這是一個很溫暖的一句話 然後我們第二年開始就提供藥包 那個時候就是我的經濟狀況 可是我這個人就是比較貪心 我覺得這樣還做不夠 我還想我能為他們做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我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年輕參加很多議診 我覺得台灣很愛議診 可是我覺得議診是一個 讓人家很賣弄我們慈悲的一個行為而已 我常常這樣說 為什麼賣弄我們的慈悲 因為比如說我們去參加議診 去一個村莊 五天十天 然後我們就拍拍屁股走了 對那個村莊而言 是一個很殘忍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人啊 你告訴他你沒有要醫 他都不知道他可以被醫 他比較快樂 然後你告訴他你可以被醫 不好意思 十天後我要走了 然後你呢 你就比較衰 所以你自己投胎 你比較可憐 所以你在這邊投胎 所以我對我而言啊 我說這樣的議診團 這是我自己的傲慢的認為 我覺得這樣的議診行為 到底是慈悲 還是一個賣弄自己的一個 能力的一個表現而已 我們常說我們把一個人 從那種黑暗中 拉到光明的世界 然後我們又像風一樣 咻一下就走了 然後他又一個人在黑暗中 那大不如不要告訴他 你可以被治療 我覺得這比較 比較 對一個人好像這樣比較OK 所以我就在想說 好 我還能為這個村莊做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要謝謝我媽媽 我媽那時候跟我講 你可以 很多人說你可以找醫生啊 廢話 我當然知道要找醫生 問題是就沒有人願意去 call掉我之外有沒有人願意去啊 我常常跟大家講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去 因為去那個地方 你知道白天啊 十度以下 晚上接近零度 然後你不能 沒有廁所不能洗澡 然後每天都吃跟藏人一樣的食物 然後很多人說沒有廁所沒關係 一個月沒洗澡看看 大家很難想像什麼 叫做一個月沒洗澡 就 今年呢 去桃園機場看到 我就知道一個月沒洗澡的味道 一個月沒洗澡是什麼狀態 我很愛乾淨 我朋友知道我很愛乾淨 我夏天再洗兩三次澡 然後我去那邊一個月不能洗澡 對不對 其實我很難解釋他有多辛苦 可是對我們醫生 假後座平扣的人啊 不大可能去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媽媽建議我說 他們歐渣洗澡 這樣有薄啊 就是我們把那個藥呢 做成像陳藥 用一個配方 一個配方 一個配方 那村民呢 生病的時候 比如說感冒的時候 我已經把他弄好A配方 不行再吃B配方 不行就等死 那以前呢 就直接等死嘛 我至少給他選擇嘛 對不對 腸胃的時候吃A、B 這樣子 那很多人說 你這樣不安全啊 我說 我當然知道這樣是不OK 可是這是我們做所有 可能考慮最安全 最可能的狀況之下 決定去做這些事 我們懂大家 趕快回去買陳藥來吃嘛 你不會買買死掉啊 那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因為我們這樣子 我就自以為是傲慢 我們就開始設計藥包的觀念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四月裡面 那生病的人 可以免費去拿藥 免費喔 我們從來 有人去年 去年有人會講說 你為什麼不跟人家收錢 我說 跟人家收錢我就變肉了 我說我來這裡八年 從來沒收過錢 你叫我跟人家收錢 那我前面八年的努力 不就白費了 他覺得你應該有一點點 income 我說窮的跟鬼的地方 你怎麼跟他拿錢 因為對於我們而言 像我們小時候窮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看病 那如果可以不用錢 然後不管有錢很窮的人 都一樣 這算是平等的觀念 那我們第二年我們提供藥物之後 我們聽到村莊說 因為我們提供藥物 那冬天有八分之的孩子 因為你看零下四十度 八分孩子大概都死 八分之到四分之一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因為零下四十度是幾度 我也不知道 我們可能大家去那個 我們等一下來去兵庫住 那個十分鐘看看 可是因為我們第二年提供藥物之後 我們就去降低一半以上 對我而言 這是多麼振奮的一個消息 因為我們的一點點努力 可以改變一個村莊的命運 那你知道我們就是 你知道我們 我那時候就覺得我是醫生 我覺得我做到這個 我覺得我一輩子已經夠了 就Ending了 然後就人生就是這樣子 在需要的時候又出 我常說我的人生啊 我從來不追逐夢想 因為很多人說他要追逐夢想 我說我從來不追逐夢想 可是很奇怪 夢想就會來敲你的門 然後逼得你呢 就要上兩三 就要去做了 塔徐村有一個人波切呢 他在2009年 他做了一顆很偉大 他把他所有的財產全部賣掉 他蓋了學校 他那時候問我可不可以幫忙他 我第一個時間點拒絕他 我後來說 你要蓋學校 你不要再把我拉下水了 因為我覺得我一輩子已經那個 疲累 我就覺得我已經 就是你知道我已經覺得我已經沒有能力了 然後他把我炸乾的感覺 然後我就假裝沒有聽到 結果他那一年他就做了這件偉大的事 對何彥呢 我覺得很慚愧 因為他願意為一個村莊做這樣的付出 那我呢 對 我就這樣子自我省思 然後他又不是正反 他又不認同我 那 你知道在藏區啊 女人是不能讀書的 這是一件對我而言很不公平的事 他們找不到別當堂聖 只有男生可以讀書 唯一讀書的通常就是出家 所以在座的女人呢 應該就要去生家做家事 不能來這裡聽演講 因為對藏人而言這是浪費的 他們女人呢 就是有生孩子做家事 那如果你不會生孩子啊 你就沒有存在的家事 對藏族的女人而言是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又不能讀書 對我而言這是真的是很不可惜的通常 所以那時候仁波介他蓋了學校 然後他跟我講他們沒有錢 請老師問我怎麼辦 對這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仁波介說他認識最有錢的人就是我而已 對他只能找我 這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對我那時候就想說 對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就 我那時候就跟仁波介說沒關係 我答應你 老師甚至我來想辦法 我想 當然問題讓我遇到我想我一定有能力去克服 我當初就這樣想 那管他的 反正每次人家我說怎麼克服 很簡單啊 就是提款卡 就去銀行領那個提款單 就把錢領出來 就可以克服了 就這麼簡單 你就不要想太多就可以克服了 當然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老師跟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我做任何事情 你知道因為我們窮人家都很難比較會酸 我當那去計較 我跟仁波介說 就是建築物的那一部分我從來不介入 因為我覺得我們人做任何的善事一定要有智慧 當你沒有智慧你的資源不會被珍惜 那我跟仁波介說 建築物 學校的建築物的那一部分啊 學校的建築物的那一部分 我不管 反正呢 就是資源跟你去想辦法 那資資這一部分就由我想辦法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努力他 應該努力的地方 他才會去珍惜 那第二個其實我也沒有能力幫忙他蓋學校 因為我也沒有錢 如果我全部答應的話 我看我可能會被我媽殺 因為我可能每個月吃飯錢都不夠 那我就答應他說 好 我們各自努力各自的 他才會珍惜他的 他才會珍惜我們的福利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地方我們去協助他 因為當資源太容易獲得的時候 他不會懂得珍惜 那當資源不容易獲得的時候 他們才會懂得珍惜 然後才會把錢當作錢看 大家今天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很多地方把錢當錢看 那他們要去負責蓋學校 然後他們要自己去總級 那我就負責老師的資資 那我們各自努力各自的 那就這樣子呢 我們今年啊 我們的孩子已經要生六年級了 很快喔 我有兩百個孩子今年要生六年級了 這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喔 那我們有八個老師 一個人要三千塊人民幣 然後我們就是要這麼多的錢 然後怎麼辦 就自己想辦法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反正呢 其實我覺得 就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然後就會找到出路吧 所以對我而言啊 其實這是我常跟人家說 很多人是追逐夢想 我常說我一點都不想追逐夢想 因為夢想會自己來敲門 然後就逼著我去做這些 從不在我生命中應該要去做的事 可是我很感謝就是說 這些人因為他們的出現 讓我生命導向我覺得應該去走的道路 那我常跟大家說 絕對沒有我決定做這件事就比較對 或不做這件事就是錯的 因為這只是我自己決定要做的事 沒有對或錯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他們書 他們寫的那個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 我是很臭屁啦 也沒有很謙虛啦 所以只是剛剛好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這樣子 那我常說 其實這都是剛剛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其實這九年來 剛剛好我有時間 剛剛好我有能力 然後剛剛好塔序一下 一切都是剛剛好 很多人問我說 你還要上去塔序多少年 我說如果我六十歲還能夠上去塔序 這是多麼大的幸福 第一個代表什麼 我身體很健康 所以我可以上去 第二個代表我今天狀況OK 我可以上去 第三個代表我的家人支持我 其實這些年來啊 我一直很感謝我的媽媽 因為其實我覺得最厲害的不是 我是我媽媽 因為你知道那個兒子要把錢啊 從家裡搬出來啊 媽媽要很支持啊 是一件很困難的 可是我很謝謝我的媽媽 那因為她從頭到尾 她從來沒有不支持我 那她就覺得 我媽媽都說 我們是健康人 我們古代時代 給人家怎麼做三天 我們現在就有能力 就要去幫忙別人 我們以前怎麼被別人幫忙 我們現在有能力 我們就要去幫忙別人 那當然對我而言 我很謝謝我的媽媽 她去做這件事情 就像我說 人生總是要做一些別人 覺得沒有意義 可是自己很爽很有成就的事 所以常常覺得說 每年能夠回去塔區 是一件對我很多大的性質 而且我覺得 這都是在我能力範圍 能做的事 因為我很誠實說 其實我做很多事情 起心動念 我常常說 第一個時間點我都是拒絕的 我很誠實 為什麼 因為我跟大家都是一樣 我也是好自然 做喜新煙酒 喜歡好的東西 可是啊 就 我很謝謝 在我生命中 有很多重要的角色 她會再適時適度的 就把我推上那個兩三 逼我不得不行 那我就很謝謝他們 讓我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常常說 其實很多人說 我在行善 我常常說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就像當初他們出版社 要請我寫出書啊 其實我 我正跟想說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只是做一個小小的事情 然後寫成一本書 等一下會不會太丟臉了 很像感覺自己 在做一件很怎麼樣的事 可是對我而言 這就是一件很簡單 我剛好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那 就像我們一年啊 你看 你知道 這是我要離開的時候 那個村莊的人啊 那些阿嬤啊 他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因緣 你要想說 一個村莊 他相信我時間到 一定會回去 就像我相信我時間到 我也會回去 這個相信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他們相信我一定會回去 就像我相信我一定會回去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很好笑 我只會講一句藏文 其他的藏文 一句都不會說 所以很多人說 你去那邊怎麼溝通呢 就是不需要溝通 就是看病的時候呢 有翻譯 其他時間呢 就沒有翻譯 就用匕首畫腳 反正那麼久了 他們都知道我有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家人 那這是我今年成立的一個協會 那他叫卡瑪 卡瑪呢 他其實 他是一個 我們 你看我們這裡面有一個 這是圓中圓 代表說 我自己講實在蠻噁心的 我實在講不出來 卡瑪是一個欣欣的意思 那這是我上次不好取的名字 然後我們坐飛機到虛惡的地方 那當然我是一個醫生 我能從最基本的醫療去做協助 那其實我覺得人生有夢主 夢踏實 其實成立協會的目的就是 希望說把愛送到塔區 也送到需要的人的地方 那卡瑪有三個意思 一個是心心 一個是因緣 一個是志業 心心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上司請許我 因為他覺得我的能力 我們不要太傲慢 覺得我們要做像月亮 像太陽 那麼大的一個功能 我們就做一個小小的心心 然後默默的偷偷的放閃 閃就好了 不要太大 然後我們只是做一個小小的工 去做簡單的事 去幫忙需要的人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人 有時候一要慢起來 就想要做大事這樣 可是我常說我做的事情 都是小事 那從小事去堆積 那因緣呢 我常說人生就是這麼大的因緣 因為過去的因緣 讓我上去了塔區 因為過去的承諾 然後時間到了 你看我就要回家一樣 那可是我常說也因為過去 也許我跟大家認識 我們今年 現在才有機會跟大家 在這個地方 那我常說也因為大家的鼓勵 讓我去成立這個協會 也希望這個協會的成立 讓我們有能力 就像我的陪修女 我的官生的媽媽跟我講 我去做一個有用的工具 去服務需要的人 對我而言 其實我一直這樣做 其實我常說我們的協會 不只是在做塔區的事 對我而言 尤其我本身是台東人 那我常說去服務需要的人 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次業呢 對我而言我常說 我的上司跟我講說 他希望我這個對我而言 不是一個工作 是一個次業 他希望我一輩子 用這樣的一個理想 去做這些事情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 對你看我的上司 又給我扣大帽子 希望我要去做這些事 不過我覺得 我一直相信 有一天我一定有能力 去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那對我而言我能說 人生就是因為愛 所以會感動 分享很多時間 去做這些事 那每天做你所能做的事 那這是我的新書 那其實我今天 我跟大家一樣 我也是今天才剛拿到這本新 我非常的高興和感動 當然謝謝本事出版社的好本事 讓我們的書從無中生有 對我而言當然 我常說我為什麼決定出書的原因 第一個我常說 我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很可惜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上一代的父母 好像告訴我們努力 人生就能成功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 是一個比較失落的年代 努力好像不會成功 下一代呢 就不用想 因為成功太遙遠 所以不用思考 我的年代還可以思考成功 可是好像思考不到 可是我常跟大家說 其實我只是幫 告訴大家 我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決定去做這些事 是經過努力 我跟大家都是一樣 我是經過努力 經過調整 經過改變 然後我才決定去做這些事 我絕對不是生下來 不是那個小時候去看魚往上游 我應該看到魚的時候 發火燈來煎回來吃 我想不會看到魚往上游 所以我覺得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有夢想 要怎麼去實踐 怎麼去追逐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人生做夢想很容易 可是到最後就變空想 然後變成遺憾了 那我很幸運 謝謝我的上司 謝謝我的父母 謝謝我陪兄弟他們 給我生命中很重要的 支持的力量 當然也很謝謝 我的台東的病人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在做這種很無聊的事 就是要變成這種鼓勵 你要偶爾送一個高麗菜 偶爾送個飲料 對我而言 其實我會覺得 這樣的努力 這樣的人生是夠的 然後每天醒來 就可以繼續做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不是每天醒來 就去看那個存款部 剩多少錢 因為我覺得 人生的夢想 不應該建築在存款部上面的數字 人生的夢想應該建 不過我常常說 我不是一個夢想家 我常常跟我的夢想 我絕對不是一個夢想家 我常常說 我的夢想 是建築在實際的城堡裡面 每一個磚瓦 都是我自己一個一個去堆積起來 它不是一個腐爛的夢想 它是一個現實的莊毛 一片一片去堆積起來的一個城堡 那我很感謝鼓勵我的朋友 鼓勵我的家 就是朋友和家人 鼓勵我 讓我一直堅持做這些事 好 謝謝大家講太久了 謝謝楊醫師 楊曼寶 我不讓他喝口水 不過我這邊要先講一下 就是說 真的也非常感謝心理學堂 因為心理學堂的每一場的講座 其實都是比以前很早很早的作業 所以我們大概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就開始談這場講座 而那時候呢 我們正好正在跟楊醫師說 我們來出一本書好不好 那真的就如同他剛剛所說的 他說我的東西有什麼好寫的 都沒什麼嘛 所以我們今天的講座 為什麼叫做 這個 心有家愛慕之喜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書都還沒有著落 我必須要想一個 想一個主題 可是我剛剛聽他在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那時候下的標題也還不錯 下的主題真的還不錯 因為你們大家想想看 楊醫師 他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這個過程也是 我們在書裡有一章就是說 他不偉大 他只是做剛剛好的事 因為今天如果我們呈現 在面前給你一個偉人 那這個偉人是我們一輩子都氣急不到的 可是今天在講台上的這個人 他就是個活生生的人 他就是像你我一樣 一樣 我們有貪吃 我們會懶惰 我們會喜心念 就像他所說的 可是經過掙扎之後 他做了選擇 然後他那個選擇是什麼呢 那個選擇是 因為他生命當中有影響他很深的人 比如說像他一開始花了很多時間做的陪修女 還有他所在的台東 還有他的媽媽 然後我覺得老天爺真的剛剛好對他很好 因為他的人生一生 從小那麼的貧困 你們真的可以去看他那個書裡面 那當然我覺得我自己最幸福 我真的從他口中聽他講過他的故事 其實我都感動得不得了 他從小那麼貧困 然後到了年輕有為的時候 他可以當醫生 你知道嗎 當醫生是很有錢的 他可以開始去過好生活了 可是他不去過好生活 他不只不去過好生活 那你要得到名聲好了 你去做好事好了 他偏偏又去一個卡須 根本Google不到的地方 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然後到個塔須這樣的地方去 然後行醫好了 他也不選一個 你不要說那個 餐節 什麼節日的時候 那個病人會送你什麼人參啊 燕窩啊 病人是送他高女菜 病人是送他育營的 所以可是他很幸福 他真的跟我說很幸福 可是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像他剛剛最後的結尾 然後每天醒來啊 想到病人可能今天還會送他育營啊 我還會送他冰咖啡啊 覺得很快樂 其實人生你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繼續過有錢的孕婦 可是 就像他最後所講的 就是說 錢啊 或者是物質啊 這不代表的錢 我想 這也是他一直在追索答案 為什麼他的態度和靈人 每次快看他都那麼的痛苦 而他虛那麼的窮 那麼的冷 天氣那麼的惡劣 為什麼他們靈人都很快樂 我想 我覺得那個心 你怎麼看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答案法 好 我們還是會開放現場 給大家問問題 有沒有大家 要回饋給楊醫師的 或者是還有什麼想要再問楊醫師的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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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了 這邊還要跟大家 一個非常令人高興的消息 楊醫師他獲得 Keep Walking 大家都知道 Johnny Walker 他們有辦一個Keep Walking的活動 他每年都會選出十位 十位 在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的人 來贊助他 楊醫師是今年獲獎的十位 其中之一 我們今天參加的三位 要去接受這頓獎 這也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今年還有一件事 楊醫師終於要結婚了 這本書裡面前面的第一篇序 是楊醫師的上師 看左人波切寫的 應該是說看左人波切 他中文說得很好 可是他不會讀中文 他也不會寫中文 所以其實是我去跟他聊天 去跟他聊 他聊出來 然後我把它寫下來 我很忠實地把它記錄下來 那有兩個部分 就是看左人波切在講的時候 他眼眶都 這個淚水在眼眶打轉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楊醫師要結婚了 他很高興 他也真的放下一段石頭 因為這麼多年來 楊醫師一年裡面有十二個月 一年裡面十二個月 裡面有十一個月 辛苦的跟他做工作 然後又一個月都要上唐勳 但沒有時間交女朋友 然後每次人波切 看到他媽媽 看到楊醫師的媽媽 楊媽媽就會問說 啊 人波切啊 無妙啊 到底沒有人的姻緣啊 所以呢 他中文的高結婚 那個人波切就覺得說 沒有該問他 那第二件事情是 楊醫師他其實是個 非常體貼的任何人 他真的都是從 男人的角度去想 然後因為他做這樣的事情 到底他的外面的外面 外面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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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算太太了 因為他們剛剛才在外面結婚 到底太太都不能支持 他也很擔心 所以他要帶外面外面 外面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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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外面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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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緊張到睡不著覺 他就打電話給楊的 那個仁波切 前一天 他就說 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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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面器不喜歡 你們兩個喝不來怎麼辦 然後仁波切 然後仁波切 就跟他說 然後仁波切 那天跟我這樣講的時候 他那個肺水真的可以狂打轉 他就說 楊醫師啊 他就說 你的一生也很圓滿了 你啊 你啊 就是跟我認識 然後我有這樣的心願 那你也 你也幫我達成了 而且你也做得這麼好了 因為從第二年開始 楊醫師一直去 仁波切 其實仁波切是不知道的 仁波切是好多年後才知道說 蛤 你怎麼一直去塔區 所以仁波切都說 你今天很圓滿了 然後 然後 你現在 也算 能夠讀 讀很好的書 很好的工作 又能夠 有一個人願意跟你一輩子 你也很圓滿了 那 我們也許 我們這一生的緣分就到此 如果萬一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全力開探 那我想仁波切 其實是 很感動很感動 很謝謝楊醫師所做的 而且他情侯跟我說 他說 我真的沒有教楊醫師什麼 真的是楊醫師教我 這個是仁波切的時候 我聽得非常非常感動 他說 那個 有個有錢的人 看到錢 看到利益 就 你知道嗎 就那個 就像事情一樣 去追貧 他說楊醫師 就是他看到需要幫助的人 就像有錢人 看到利益一樣 楊醫師是 克制不了自己的 就要去幫助 那剛剛其實楊醫師所講的 你看他那個 雲彈風輕 說說笑笑的講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一般人是 做不太到的 我今天 稍早之前 我還沒跟楊醫師分享一個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還是很了不起 我還是很高興 我們半遍他 把這個書寫出來 就是那個 台大先生男朋友 沒有個麥當勞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過 那個麥當勞是24小時的 如果你們去的時候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些位子 上面堆了一些舊報紙 一落一落的 因為舊報紙啊 其實都是一些 沒有家可以回的人 他們的地方 然後麥當勞 就讓他們在那邊 剛好我禮拜天 就是一大早去運動 就散步到那邊去 然後 其實現在年輕人真的是 就是說 麥當勞 可能深夜人手也不到 也不夠 所以清晨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吃完東西 東西也沒拿回去 垃圾桶丟 所以那東西都在 沒吃完東西也好 垃圾就堆在桌子上 那我就注意到 有一兩個老人 他們就在那邊巡視 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說 你們買一頓早餐給他們吃好不好 我先生就說好啊 然後可是我們就問 其實他們說他們不一樣 那我就想啊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 我也很難過 可是我能夠請他們吃早餐 請他們吃幾頓 你看嗎 而且不過就是麥當勞 我突然莫台大校園 就到麥當勞 欸楊醫師是 要坐多久的飛機 然後爬那個多麼萬年的山路 而且可能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而且每年喔 每年還是去的也去去的吧 好不要講太多了 沒有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很感德的機會 真的是有感而發 我想大家有沒有要回饋一下 楊醫師啊 最近我看到一個報導了 其實這個記者我蠻欣賞他的 我在想人有這種精神 在想人上等病啊 是不是 一方面是要找對醫生啊 一方面也是家人啊 我就覺得很可惜 他還用 好像 了解他的一生喔 我就覺得 這是什麽原因 謝謝 嗯 當然我們大家對疾病 其實了解他們不夠多了 所以就用一個比較 錯誤的方法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怎麼去看精神規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去看你喜歡的有音樂 因為每個人的 每個人的氣質跟你合作 其實是一個很直覺的 我很難跟大家講說推薦 因為其實很多人 你不見得喜歡我的治療的態度 或怎麽樣 可是我常說 我當下我對每個病人 第一個就是說 你用一個比較正確的態度 去面對他 那當然我們看到很多還 比如說電視上很多人自殺 或什麽樣 對我們當然是很痛苦的 可是我 我現在比較會轉換心情 就是說 呃 至少我每天面對的每個病人 我用我的真心 很認真去對待他 那 我沒有辦法照顧到的病人 其實我也無能為力 因為如果我永遠都這樣子想的話 我當然每天就不用過了 所以當下 我想就像我說 那時候盡本分 每個人盡他的本分 去做他應該做的事 然後比本分 再多做一點點 事會覺得 微活軟一點 所以如果你看到 周遭有這樣的人 多關心他一點 也許你的關心 就是幫忙他的一個奇蹟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現場 今天因為剛好書 才剛剛出版 那也剛剛從印刷場 那個遇到現場來 然後可能 因為剛剛現場 有很多朋友買的書 你們要給楊醫師簽名 那我們也歡迎大家 可以去外面選購 因為今天的書 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待會就開放 給大家跟楊醫師交流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歡迎 謝謝 感謝 谢谢大家